大家好,我是大雷 前两天领大家看了松子从山上下来采摘的过程 今天领大家来看一下第二步 也就是松子下来之后会倒到哪里 我身后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拖粒厂 他把松塔给它进行初级加工 初级加工就是给它拖粒 那边有个机器正在拖呢,咱一起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镇上的德运农副产品 这一车就是在拖粒的 听到机器的声音了吧 这个机器就是打松塔的 这地下全是松塔 这位工人给它运到传送带上 这个松塔就被传送到机器里头去了 经过这个机器之后 会变成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咱们看到的松子 另一个就是它的外皮了 这么大一堆 都给吹出来了 这三个鼓风吸吹啊 这边就是出来的松子成品了 但是还有一些小这种东西在里头 都得给它挑出来 现在出来这个松子是属于湿的 大小粒都有 刚才那边可能太吵了 我怕大家有些听不太清 还是上这边来吧 它从那个机器出来之后 松子的会有大小粒 也就是混等 就是几个等级的都有 也叫混合的等级吧 可以这样理解 正常松子是分颗粒大小的 还有分干丝粒 就是粒是干的还是湿的 湿的当然水分就大 大家也知道 所以说它的价格就偏低一点 如果说是干的粒 它的价格还会往上升 每一个等级 它松子的价格都不一样 像这种湿出来的籽 好像现在我问的 好像能合到33左右 有可能还点高 就是这个刚出来这个 多大颗粒的都在那里了 然后它会把这些颗粒 给它分成大中小 或者几百颗粒 到几百颗粒之间为一个等 这就是这个属于初加工 这一步就叫做 一般我们这边的松子 它的颗粒基本都在 600到1200吧 颗粒之间 也有1400的 或者是也有600以内的 但这样的话 松子就比较少了 这个等级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一斤的松子 有多少个粒 大家要是有功夫可以数一下 要一斤的 你手里的一斤松子 来数一下 一般会在800左右吧 乃至900 看情况 松子它越大呢 当然它的 力数就越少嘛 反之 松子的颗粒越小 它就越大 这样呢 就把价格给区分出来了 像有的朋友就说 大雷它家卖的松子可能55 你卖的为什么是65呢 价格区间就在于这里 55的它价格跟65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大小颗粒是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属于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看到平时可能差距不大 但是实际上 你看不出来的差距就在这儿了 趁着光风领大家看一看 你们可以算一下 这松子的值多少钱 这一包就得上千块钱 知道了吧 这也是松塔 那边还有 还有这边 还有这里面 它这是专门进行松子出加工的地方 咱们再这么瞅一下 这就是拖完的 这种一般还要经过二次挑选 这遇到收人了 就之前给我家挑过木耳的 然后在这挑这个松子了 把这个松子里面不好的 像这样的都给它挑出来 拌羊的呀 还有这种皮的 这都是不行的 皮毛不好看的 这都是不能上去的 这里面其实有的有羊 但是有的就不好了 皮毛不好 对 这种应该也能卖 但是它们卖的便宜吧 里面都有羊 这是挑好的 基本就没有那啥子了 这可费工了呀 钱的也是贵呀 对呀 卖的价格就都在这儿了 松子贵就贵在这儿了 每一步都需要大量的人来炒作 大家以为刚才那种松子就已经完事了吗 其实不是的 到工厂了还有步骤了 还要经过烘干 然后风险 这两个步骤 把里面的空壳给它去掉 以及把丝的松子给它变成干的 然后再烘草 之后还要进行一边首选 最后才能到达大家的手里 等过一段时间炒松子的时候 大雷再领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